好 老師接下來要做的是香橙杯子蛋糕 那我們前面今天要做的就是把我們的巧克力 白巧克力 然後無鹽奶油 老師 這個蛋糕的熱量會比較高 不是會比較 我覺得是相當高 這個蛋糕它相當於我們在講的磅蛋糕的熱量 就是吃了會胖的 叫磅蛋糕 對 目前做這種香橙蛋糕它體積並不大 偶爾吃一個其實還好不會超飆 我們就是讓它奶油跟巧克力完全融化融合在一起 奶油跟巧克力整個融化以後 我們可以加入我們的柳橙汁 好 這個是老師呢 現炸的 柳橙汁 柳橘皮 好 柳橘的皮在刮的時候 我們不要刮到那個白色的末 白色的末它是苦的 然後 橙酒 全部攪拌均勻之後 要放冷嗎還是 不用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把我們的麵粉 過篩進來 我們做這種像類似棒蛋糕的東西 我們都會用高筋麵粉 它一般很多人都說做蛋糕不是像低筋麵粉嗎 那棒蛋糕類的我們都會用 所謂的高筋麵粉 它做起來它會有它的那個 口感上面會比較Q嗎 對 會有點QQ的 然後因為最主要它這種 這是我們講的油脂類的蛋糕 油脂類的蛋糕 你如果用低筋麵粉吃起來 它含油的量會感覺特別突出 那用高筋麵粉它吸油就比較不容易像說 我們的那個低筋麵粉上吸油的方式 我們把所有的油脂類的跟柳橙汁 全部都還有麵粉 全部把它做成麵糊之後 我們現在就把雞蛋 那我們雞蛋下去的時候 一樣先給它開高速下去打 好 糖一樣分三次的下 糖一樣分三次的下 好 一樣打到整個都變成乳白色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打到它一樣 就是中性啪啪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關掉了 那我們先挖一點它的 蛋糕體下來 好 慢慢的讓它吃進去 整個慢慢的把它打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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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樣我們不要過度攪拌 好 一樣是從下往上 這樣子把它翻 好 我們攪拌均勻以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 填入我們的模具了 我們用擠花袋來填模具 這個比較方便 一樣擠七分滿就好了 好 那我們填完杯子之後 我們可以進烤箱 那我們上爐 預熱210度 下爐190度 進去烤箱之後 我們就把上爐溫度關掉 好 上爐溫度關掉 然後 下爐繼續給它 保持它的溫度 好 10到20分鐘左右 就可以了 10到15分鐘 總共要幾分鐘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會先烤10分鐘 掉頭一次 然後 掉頭之後再續烤5分鐘 看它有沒有上色 有上色之後就可以出爐 我們 要怎麼看它有沒有熟 等一下我們拿一個竹籤去插 只要它不黏的情況下 就可以了 好香喔老師 對 因為杯子當然我們 用著台灣當季的柳丁 所以味道會特別香 來 很燙喔要小心 小心 哇真的很可愛耶 哇這香橙的味道 就是又有一點 因為老師又用了這個柳丁皮絲 你如果顏色要更漂亮的話 你當然也可以用Sunkiss的這個皮絲 但是 就像老師剛剛 在做的時候 有特別交到觀眾朋友 你在刨這個絲的時候 它有一個特別的器具 在烘焙材料店都有賣 那你在刨的時候呢 你記得喔 千萬不要把裡面白色的膜也刨下來 因為那個會帶苦味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我們的檢老師是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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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是非常認真教學的一位老師 那非常感謝喔 老師真的很忙 謝謝 非常的忙喔 那也謝謝全球觀眾朋友 繼續收看我們的節目喔 那我們希望呢 可以再做出更好的節目 來回給這個觀眾朋友 我們謝謝簡老師 謝謝全球觀眾朋友的收看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囉